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在担心京城的孩子 现实说呀 岳家上下都在缉拿凶手 京城不是凶手 他只是用刀碰载了一只畜生而已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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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救我的人 起来吧 把手伸出来 师兄 你去治好他的伤 不能让他流一滴血 当时京城身上的伤血流不止 你都能治愈 可是现在 就这么一点伤 你就害怕了 说实话 他一定是喝多了 才会如此失常 我们一路回来 越走越冷 他没办法 只好拼命地 灌火龙珠酒取暖 可不是吗 他把火龙珠酒当水喝 我 我跟师兄的酒 全被他一个人喝光了 南姨 给他节酒的药 等他酒醒了 我再跟你们三个算组仗 看不出 他亲公俩得 戏演得更高明 师兄 九总是要醒的 他醒了以后 我们怎么跟师父交代 他不是说自己 无所不能吗 去问他吧 二爷 一切照您的指示 都办好了 可当时火是像闪变一样快 烧得太彻底了 我知道了 阿妩 那佟大夫呢 那佟大夫已经 我该怎么通知到你 躲过这场杀身之祸呢 你是谁啊 怎么可以乱闯啊 天灵 你怎么穿成这样子 你在抓贼啊 你不是想离开这儿吗 我**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改名佟大夫之前的本性吧 你是谁 当年我曾经请田大夫提名女子治过伤 那名女子是我最爱的女人 她整张脸为大祸所毁 是田大夫亲自为她重新缝制了一张脸 没错 当年我为那女子疗伤 都是蒙着面被带到现场 除了那受伤的女人 从未见过其他人 如今我仍然不知道你是谁 不愿为人知 必有不为人知的引重 就像田大夫改名换姓一样 是同样的道理 难怪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询田大夫不找 这位大人找我有什么事 当年的女子突然离弃失踪 我一直想亲口问田大夫 你她当时那么严重的伤势 她有可能痊愈 活在人间吗 当年我把她腿上的肌肤取下 将她整张坏死的脸换掉 有如定做了一张全新的人皮面具 可是新的脸皮必须在我的药物控制下 不能坏死 才能与旧有的伤口完全合而为一 所以没有田大夫的药 她的脸 将承受不了外界的高温 那张新脸皮和旧伤口 都将腐败溃烂 她存活的可能性极小 除非老天对她特别的眷顾 她才可能活下来 我虽看不见 却可以感受到这位大人的痛心哪 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一样 我虽然逃过了一场大火 可我百思不得其解 纵破屠杀药中的凶手究竟是谁呀 她们会放过我的女儿吗 大人 现在关心二十多年前生死未卜的那位女子已经太迟了 但现在救我的女儿还来得及 大人若肯相助 只要田大夫好好保重 到田保佑 或许你们妇女会有重建之日 不得其他ого精彩 都不得其他人 多心留下 不得其他 一些 大家 帮助 赤 他 有 是 不知道 爹 我发誓 没有人能欺负我李强强的 不管是当今大王还是月庭 我都一定会替爹喝灰春药状 所有怨死的人讨回这笔血债 你瞒口谎言 就连你的眼泪也只是想骗人同情 童傅儿比我更喜欢骗人 就算你再伤心难过 也换不回他那条贱命了 因为他害人害己 回春药庄每一条冤死的人命 都要算在他身上 我亲眼看见 是一群蒙面杀手 在回春药庄到处纵火杀人 怎么会与傅儿有关系呢 信不信由你 好在他已经遭到了报应 他堵死了月王爷的儿子 月王爷会用最残酷的急刑处死他 你的心比嘴还堵 但是生不可测的狼嚎骨 可以把你的骨头都摔成碎片 你要是再敢诅咒傅儿的话 我就把你拆散了扔下去 你逼死了我 更救不了他 只要我知道他在哪里 你把眼睛睁开 睁开 你和傅儿正相反 你这对狡猾的眼睛 无时无刻不想害人 要是傅儿没了命 就是葬送在你手上 师兄 住手了 强强在路上告诉我 傅儿姑娘也许在平遥城 已经遭到了毒手 强强真的是知道她去了平遥城 可是平遥城那么大 傅儿也没提是哪个王爷府 是我把她从火库里救出来的 她不会骗我这救命人的 傅儿也救过我的命 所以我绝对不会置她生死于不顾的 她刚才居然像一只狼一样 要掐到我的脖子 师兄只有被逼急了发狂的时候 才会像狼一样呢 长得这么好看 心却像野兽一样 那是对你 可她对傅儿姑娘 就连提起她的名字 眼神也会从狼变成绵羊的 好像 好像人家 真的是她媳妇似的 是她的 岳王爷 大王体恤你丧子之痛 特准你一个月丧假 隆重办好令郎葬礼 谢大王恩典 后四王儿天急 臣愧不敢当 纪人节 臣在 你和月亭乃是本王的左右支柱 现在国势纷乱 你二人若不能排除新节 又如何能辅佐我治理朝政 启禀大王 纪将军被册封为镇国大将军时 岳王爷曾以厚礼道贺 这次岳天齐遭遇不测 纪将军更是亲临岳王府慰问 你二人若能顾全大局 相忍卫国 那是本朝之福 岳庭苦心栽培长子天齐长大 最大的心愿 就是有朝一日我们父子联手 尽心尽力为大王效力 然后一举夺下大权 你 可惜天不从人愿 纪大人分明想污蔑 我们父子野心夺权 对大王有二心 王爷处心积虑 排挤朝内忠臣 可人算不如天算 是老天爷叫你陪上儿子做代价 够了 你们二人各怀异志 本王屡次说何 你们却相争相夺的更加变本加厉 大王爷息怒 臣罪该万死 自从二十五年前 白玉叶明珠失窃以后 不但本王的爱妃相效欲允 还连累百姓纷乱群臣积怨 上下一心国家威亡 难道本朝的兴亡 真的细于那颗叶明珠上吗 没其asta Report 难道 无论 来 来 此外 报告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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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